第248章 我不信你这么好心 你 被芸汐这么直白地戳破自己的小心思 梁秀琴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这么直白 无异于就是单面打她脸 死丫头 怎么说话的 我是你妈 我做的可都是为了你好 少帅是什么身份 要是一不小心得罪了她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难怪她怎么都想不通 她为什么能把豫章换回去 原来她跟少帅竟然认识 听到这个 芸汐实在忍不住笑的声 她抹着厚脸皮 真是枪都打不进去啊 妈 你不是已经得罪过少帅一次了吗 梁秀琴一脸猛逼 我什么时候得罪过少帅了 你别胡说八道 上次 沈老夫人的词上拍卖会 你可是让人偷了少帅的预章呢 我听说 那可是少帅的私人印章 偷了 肯定得进监狱的 提到豫章 梁秀琴明显心虚 我 那个豫章不是没丢吗 你凭什么栽到我头上来啊 我什么都没做 做没做 妈你心里清楚 少帅心里也清楚 豫章确实是我送回去的 妈你为什么能安然无恙 还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啊 什么意思 梁秀琴心里咯噔一下 估摸着已经猜到了 我用救命恩情 给你抵了这次偷窃的罪名 不然 你现在也只能在监狱里 关着跟我说话了 你也说了 少帅他不是普通人 你偷了他的东西 他会 这么轻易放过你 芸汐轻哼的声 灵动的眸底 略过一抹细血 哼 所以啊 妈你就不必打这个 救命恩情的主意了 你要真想要 行啊 我去跟少帅说一声 至于他要怎么处置你 或者怎么处置芸家 你给我闭嘴 梁秀琴双唇哆嗦着 打断鱼西的威胁 他才不信这个死丫头 会这么好心 用救命恩情来保他 哼 我不信 你有这么好心 梁秀琴眼神闪烁的垂死灯扎 一脸的不甘 和气急败坏 他才刚宰赃她 他就能护着她这个妈 说出去也没人相信 好心 对啊 我才没那么好心 可是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想要一个 进入监狱的母亲 那太丢脸了 在同学面前 我会抬不起头来 与其将来麻烦不断 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他妈打着什么主意 他很清楚 想利用他高盘少帅 门人都没有 妈要是不信 你也可以去找少帅本清除 要是得罪了少帅 毁了爸的前途 那你跟梁心仪 就得去睡大马路了 自己想清楚啊 你少威胁我 我不是被吓大的 啊 既然不怕 那你就去吧 我又没拦着你 芸汐轻车了声 懒得多说 转身 直接上楼 他妈没那个胆子 也没那个脑子 想上山 也就只能脑子里想想而已 梁心仪出了馊主意 她扔出个预章 就能让她妈心有余悸 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当初要是没偷预章 指不定 今天就便宜他们了 日子一天天过 学校小考大考 各种测试接踵而来 梁心仪办理了退学手续 梁秀琴给她找了附近的三中读书 估计是塞了不少钱 才把人弄进去 最近一段时间 她妈那脸色 比鞋底还黑 学校里少了梁心仪 芸汐的日子 过得舒坦而轻松 离斯诺被记过批评后 也学乖了 每天低头学习 也不跟其他同学说话 偶尔看向芸汐的眼神 眼底 弥漫着黑沉沉的恨意 芸汐也无暇搭理她 今天就是25号了 是墨飞驰回来的日子 是墨飞驰回来的日子 是墨飞驰回来的日子